OK,我们开始科学外貌Shopify建站课程的第二节 如何快速的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Shopify的跨境电商的独立网站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就属于一个Shopify的新站点的后台 这个后台呢,等于说是完全新的 等于说没有添加任何内容 然后我们看一下前台,前台就是一个默认主题 主题呢,相当于一个网站的皮肤啊 可以为网站提供一些额外的功能 包括排版啊,布局啊,功能啊,种种之类的都有啊 这个就是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默认的 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一个收费的,付费的主题 正版的一般占两三百人民币的样子 一次购买终身使用 这个建议可以尝试使用 当然你说我一定用免费的也可以啊 这个现在我们要着重讲一下这个付费的主题怎么用 这个,现在我们切换到这个页面啊 这个是Sinforest.net这个网站 也是全届最大的一个购买主题的一个虚拟商品的购物商城嘛 你可以看这个主题 Artist Artist呢,就是这是我们要使用的一个Shopify主题 我觉得各方面体验还不错啊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Sinforest呢 就是当你进入到Sinforest.net的网站 搜索,发电视,Shopify 这个关键字呢,进到这个页面 然后就可以购买 购买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 现在我们进到这后台 后台现在这个后台呢 是完全完全空的一个后台 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啊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是空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如何快速的 把这个主题安装起来 快速安装起来 现在我们现在 现在我找到任何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这个1.2E版最新版 发电子下载下来就是个压缩包 压缩包解压以后呢 解压以后呢 就三个文件 一个是文档 一个是主题包 一个是版本记录啊 我们去到这个主题包 主题包到这里 SIM package我们去到这里 然后找到 因为它一个主题呢 有很多不同的样式 然后我们只需要 选择针对自己合适的样式 就OK了 比方说 嗯 我们选择这个 Fashion 选择以后 点击上栏 那么很快 这个主题就会自动安装好 安装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个具体的一些设置的功能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题的一些demo特点啊 这里可以去到一个预览 主题预览的音乐 也就是Fartis这个主题的预览音乐 它还在装 我们先看一下预览 中所周知呢 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这些主题不同的设计 其实这些主题是一样的 明白吧 它们只是有不同的设计 其实本质上讲的是一样 然后这个主题呢 这个Fartis主题呢 就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设计 根据你卖的产品不一样 你可以选择合适的 针对你合适的一个主题 比方说这个 这个主题啊 看上去比较适合那种 产品比较丰富的 产品比较丰富的电脑 产品比较丰富的电脑 它有些不同种类的产品 这个主题应该看上去就比较合适 这是前台的一个效果啊 这样看上去 就比默认的主题来的好一些 有没有 当然现在Shopify呢 因为它是 它的服务器能够放在国外 所以国内访问可能会相对的来说慢一些 这个我觉得不受影响 其实在国外访问呢 还是速度 速度和体验相对不错的 我们关掉这个页面 这是我们快速的制作一个 制作一个Fashion类的 制作一个服装类的网站 因为服装类的一般来说是 这个电商网站里选项比较多的 会制作服装类似的网站 基本上电商类的网站 应该是都可以 都会了 看一下 好了 这个主题应该马上装好了 可以看一下 再稍等一下 这里呢 我们会看一下这个 网站的基本结构 有哪一些啊 首页啊 首页一般这里会放一个幻灯片 一些主导的产品 这里呢 就是一些啊 比较热卖的产品放在这里 这里呢 就可以放一些分类啊 就是你觉得你比较合适 比较愿意推的分类 比方说打折品啊 或者买衣送衣啊 或者新品装饰啊 这些都可以做一些 六销品啊 都可以通过一些网站的功能 设置下面是页脚 Footer Footer可以写 放一些 比方说啊 社交媒体的链接啊 关于自己的链接啊 这里可以写 一些政策条款啊 包括啊 售后支持的链接啊 Connect啊 About啊 这就是Tag 这个呢 就是 一些支持的 支持的付款方式啊 这是一个常见的 常见的电商网站的一些 分类啊 分类啊 这里要注意了 这里要注意了 这个下落菜单呢 比较复杂 看没有 这个下落菜单比较复杂 它是 正版的一个功能 正版它会送你一个 APP 这个APP呢 就可以设置一些比较复杂的下落菜单 这些复杂的下落菜单呢 就是可以 效果就非常好 但是在移动端 效果可能相对差一点 我个人不是很建议 因为 因为现在流量来源 主要更多倾向于移动端 包括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所以这个下落菜单看上去非常好 但是在移动端的表现 相对来说 可能会过于复杂 不太适合我们一些小的店铺 可能不太适合 当然也是我个人意见 现在我回去 OK 这个 这个主题就装好 Fartish fashion Ellen 1.2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是 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你可能说 我不想装这个主题 我想 我想装这个FashionSlow 就是没问题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回去 再装一个 这是不同的样子 这是不同的样子 去找到这个FashionSlow 这种 Drog Beauty Jerry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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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看一眼 什么Wrestline 因为它的主题呢 它的这个说实话 它的样式是比较多的 这个 这个 Ellen Wrestline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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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 如果能装 如果我们要装这个样式 应该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回到这个讲解 讲解到这个 假设我们要装这个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大概可以看一下它功能模块 这个 这个比较高端的下落菜单 这个 可以尝试 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讲 放在后来的课程去 教大家怎么去设置一些 比较高级的下落菜单 考虑到移动端的体验性 我个人不是很得见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产品产品页 点进去 你没抓好 还没 其实一个Shopify的网站呢 它适合一些 轻量级的产品 轻量级 而不是一个几万种产品的 大型的网站 可能适合100种以内 整体产品适合100种以内 我觉得这样也够了 那一个品牌性的电厂网站 绝对是够了 这边 就是产品的图片 这边产品的标题 价格 尺寸 有没有 这边可以设置size chart 也就是尺码表 这个的后台可以自动设置 一键购门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trust badge 什么要trust badge 就是让你这个网店给一些信用感 这个paypal visa 让你觉得很有信用 不是一个假的 或者欺骗性的网站 这个呢 是通过metall metall field metall field 如果能去设置 就是 别人在访问这个页面 他可以看到 原来已经卖了这么多了 倒计时 这个打折 打折快没有了 就是一种急迫感 紧迫感让你去购买 那么这个功能呢 建议不是在每一个产品都放 你就是 部分产品 这样的话才比较真实 你不可能每一个产品全都在打折 那 不现实 这detail 就是详情页 review 就是用户留下的review tag呢 就是产品的tag 这里是相关页面啊 相关产品 相关页面 这所谓的所谓的观点印象 这就是下来才能啊 包括blog内容啊 contact啊 是内容啊 我不知道这个demo的时候 有没有做contact啊 有 做contact呢 他这个大概的就是这样的 这个样子 一个联系表的 一个联系表的 一个地图的一个 一个地图的一个地址 电话 这个可以在后台设置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网站的结构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OK 这个 这个主题已经装好了 点击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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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publish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哎 这个就出来了 嗯 这个是一致啊 这个是一致啊 跟这个其实是一致的 只是我们需要说做一些基本的设置 把它的一些功能给体现出来 OK 那我们回到这里 Customize 这个就是你去设置一些主题的功能的地方 Customize 设置你的主题功能 我们这个主题呢 是一个section主题 什么叫section section section主题呢 就是可以在主页那里去设置不同的功能模块 去实现不同的功能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没有products 有没有添加了 没有添加了 一下一下的看啊 首先我们SIM setting 然后 把这个关掉 这个 这个 这个可用可不用啊 你可以关 可以不关 这个 关掉呢 关与不关呢 影响不到 这个关掉呢 就是不会显示 不关掉呢 你可以 去 去提供一些 比方的促销信息啊 什么之类的 这里有嘛 什么50 50%啊 啊 欢迎啊 什么什么 这里我们也可以选择 选择一个分类连接吧 先先不管 先不管 先不管 Header 回到Header 一下一下 看Header Header是哪里 Header在这里 看到没有 Header就是这里 Header style Header style 就是这个 这个的样式 这个样式其实都可以改 这里我们就 不去深究 不去深究 好吧 然后在这里呢 Navigation 这里 这里不是一个 默认的一个 Demos Cloud的模板 我们可以选择替代它 然后选择Main menu OK 这样的话 它这个模板就变得很简单 我个人倾向于是这样子 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点 点击回去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不同那些 产品填充的人 现在可以先保存一下 保存回到主页 我们先去添加一些产品 我们先去添加一些产品 我们直接选Import 但实际操作中呢 就是自己手动来添加 这里我们直接去搭建一些样板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Import 然后在这里 已经有了 看没有 已经有了 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我们点击 这时候需要等待等待了一段时间 好 这个产品应该可以显示出 产品呢 然后我们可以先 手动上传一个产品 先自动的 登记成 HM Demo 我们就直接从HM这里 抄一个产品过来 比方说这个 抄一个 哇 7.99 它卖的DQ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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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产品来了 这些其实 等于说是已经弄好了 这些其实等于说是已经弄好了 Import 123 4个产品 够了 点击去看一下 其实手动和自动添加呢 看一下这个产品前台的页面 这个就是Tag 不同样Tag 然后它的产品的本身的一个模板就是产品里面的模板 Collection Collection就是分类了 分类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分类 这里不能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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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添加 Address 保存 好 Collection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Collection 这Homepage Collection 再一个加一个Collection 比方说 On Sale 促销Collection 这里选择Menu 不要它手动去加 这里可以自己手动写一些文字 就是有利于SEO 关于那品牌的正在打折啊 塑像啊 之类之类 我们直接去抄一段文字文 H&M这里 实际上应该手动去写 这里为了方便 直接抄一段文 文不对提嘛 其实是文不得提的 这段文字呢 其实文不得提 应该写这个On Sale的Collection 具体有什么东西 好 这个我们首先 为了方便 直接就 Copy一段文 OK 我们又有一个On Sale的链接了 看一下这个 效果 效果就是这么个效果 然后我们为了 我们这里 为了排版 就直接写 OK 这个On Sale 然后这个也很没用呢 其实应该可以把这个On Sale的 Collection 放在这个SIM 放在这个Bar 这个PromotionBar的一个链接的指定的目标地点 先把这个Ded Password Disable Customize SIM Setting 然后找到这个Promotion这里 Promotion Conselect Observation Section Section Header 诶 刚才那个在哪里去 诶 刚才那个在哪里去 Promotion Promotion 产品页面 有没有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首页这里 Slider Show Slider Show 就是所谓的幻灯页面 幻灯页面的话 我们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 一样画葫芦 实际操作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自己的图片 Lazy Load Lazy Load 这个点 Till Thumbnail 这个选项呢 我们可以 这个19730的 就是图片的最适合分辨率啊 不必要去改 我们实际用的幻灯片的分辨率 也要跟这个一样 这样的效果才最好 AutoPlay 自动播放 Pose on Mouse Over 就是 当这个鼠标 旋停在幻灯片上 它自动旋停 Lazy Load 什么叫Lazy Load Lazy Load就是 呃 当用户 访问到这个页面的 这个内容 它的图片才开始加载 没有没有访问的内容 它不加载 这样你的页面的加载速度 会更快一点 这些其实不是很重要 可以大概看一眼就行了 这里我们可以添加 我们刚才选好的幻灯片 也就是我们COPY过来的 COPY过来的幻灯片 来吧 旋转一下 哎这个就有了 有没有 两张 第二个呢 这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 内容去改啊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内容去改 待会呢 就手动的做一张 叫大家准备去手动做一张 手动做一张 比较适合 这里 你再可以回 回看一眼这个 这个就简单了啊 简单了 你想这个URL的banner 你想让这个banner去到哪里 我们还是去到刚才COPY这个 OK 去到COPY这个 TITLE 我看一下TITLE 这里都会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啊 这只是有利于SEO的 应该是没有显示 不会显示啊 这个 DEMO on sale 这个可以自己写 有利于SEO的 你可以写 关于你品牌的促销 打折什么之类的啊 这个 我们可以不管 这样就等于添了三个画面片 然后我们可以 还可以添加video啊 这个 你支持不同的video 原来我们随便试一个 比方说我们从YouTube上 随便试一个 试一个video 看一下 把这个拔下来 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功能 我也没去试过 这个video ID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分享 照理来说呢 video ID应该是 不确定 照理来说应该是这个 我们可以试一下 点击保存 然后再来前台这里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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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屏片 四个应该都出来了 ok 这个 视频也出来了 这个视频呢我们可以 通过YouTube去添加 OK 这样的话我们等于说首页可以添加视频 这个video ID就是这个啊 点进去以后你自己的视频 这边的几个数字和字母的结合就是video ID ok 等于说我们成功的添加了一个首页的内容 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添加一个模块 new trend fashion new trend fashion new trend fashion 这里 这里是一个关于翻译的这个部分 这里可以选择collection 也就是我们刚才 collection的重要性的 可以在前台去显示你想要的图片和产品 on sale的这个collection放进去 这里可以调节你想要展示多少个产品 在这个collection 八个八九 这个title呢 其实就是一些指标题 可以写可以不写 那我们先保存 然后我们在后台那里 把这个on sale的这个collection添加上去 那我们这个为了方便呢 我们可以批量 全部批到这个on sale这个collection啊ok 实际操作之后呢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去操作 这个保存以后前台应该可以可以看到变化了 ok出来了 妙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选择on salecollection 在这里就出来了 new trend fashion 你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化的效果 我们切换到首页 切换到首页 这个就出来效果了 这个产品页的东西都写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路线的飞行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页面这个功能产生一些修改 就怎么改 比方说这个改成4 然后他这里就只能显示4个 这个改成medium 他就会显示一些比较小的 实际上我会发现啊这个如果只是4个的话呢 那个垃圾的效果就比较好 他模板很多东西都给你预设好了 你不用去改 block subtitle 这里就会这里多一些多多多多几个字 给你加一下 嗯 然后你加一个link 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没啥必要 有发现呢 他这里也会多几个字啊 可以可以 可以去改了 可以去那个 实际上呢 是这个可以去掉 有效果不 这里可以加个shop now 啊 collination shop now 这样他有个插链子 实际上也可以不加这个 这个没啥必要 因为导航已经过多了 这个呢 这几个选项可以讲一下 需要level level什么叫level level就是这个 他自动添加了这个主题的功能 可以自动的把这个产品的level可以 看着添加这里 然后用户就可以比较方便的看到哦 原来这个是打折的 wishlist 就是这个点呢 可以加到所谓的购物清单里 head to car button 就这个head to car button quickshop button 就是 嗯 quickshop啊 不知道放这个 我不知道在哪里 quick 这个lazy loading呢 还是可以勾一下 因为lazy loading 它可以提高你的这个网页的加载速度 moreviewslider 就是这个 多张图片 可以体现在这里 这个可以选 可以不选 嗯 加载速度的考虑呢 就不选 这个为了加载速度 就不选 像tai button 我觉得也没必要 就是要不要清晃一样 quickshop 我不知道这个quickshop 有没有这个功能 quickview呢 就是不用点到这个 产品详细页 直接跳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跳出来 这样的就比较快了 还是跳回八个 来这八个 这个 这个就效果就出来了 这个是首先不用动 gather gallery呢 就可以放三个分类嘛 放三个 产品的三个不同的分类 这个呢 你可以选择high down mobi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移动端 这个功能不显出来 建议还是不显示出来 这个因为移动端的 排版不一样 建议还是移动端 它的内容越少 就越好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常识 然后这里就可以 添加一些对应的图图片在这里 然后我们在这里 然后这个 我去到这里 去看他这种demo demo就放了一个图片在这里 然后呢一个shop now的counter edge 嗯 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个图片 或者选一个free image 分辨率呢 分辨率大家可以 根据慢慢去尝试 这个分辨率 因为它具体没有去明显 明显这个分辨率要求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demo的分辨率 demo分辨率 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大概就可以去看了 尝试 尝试一个合适的分辨率 这里有free image 我们可以用 可以看 我想它这个应该是自己自适应的 它不会去 它就在这个框内 不会去 因为这个框的变化去变 OK 自适应 因为它这个字啊 这个字是白色的 实际上是可以改 但是 呃 为了方便起见的话 我们还是直接选一个深色的背景 选一个相对深色的 纯色的背景 可能会好一些 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 我们选择 嗯 nature nature 抓一个深色的背景 诶 它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深色的图片 找一个深色背景图片 哎 这个应该OK OK 这个图片是OK 这里可以去选择一些文字啊 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 用不同的属性去选择文字 然后我们可以加link 同样到你们 比方说这个 free shipping on tenfive 我们加 加到这个collection的 我一样去把用户导入到 sale 这个collection 这个是use code 去sale 什么之类的 还是一样放到on sale collection 实际操作呢 你可以随便 你选 你想把用户导在哪里 导入在哪里 ok 这一个block出来 第二个block 一样 一样呢 我们去选择一个block 根据你的目的不同 你有什么不同的目的 你在这里 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图片和对应的内容 比方说buy one get one 同样的这个 尽量选择一些深色纯色的背景 这样的话 这个字就比较清楚 这个就 不再详细的去讲解这个东西 尽量的去找一些纯色深色的背景 这个其实就还不错啊 如果你这里再打折呢 你就需要去这个图片 看见没有这个图片因为小了 所以他这个没有显示出来 短了 实际上呢 你要换一个比较大的图片 这样的效果比较对称 然后还是一样的选择 选择对应的页面啊 对应的页面 这里我们就不做具体的选择 直接选择一些 重复的页面 实际应用中呢 你就选择对应的页面就好了 你本身需要什么页面 你选什么页面 第三个我们就不做具体的 具体的东西还是一样 需要什么页面 需要什么页面 就引导这个按钮 按到哪个页面 就给还是点击保存 会有这两个图片对称 这个图片就稍微大了一点啊 还是会去改 改一下啊 尽量去对称一下 实际操作中呢 就是自己选择合适的图片就可以 这个图片里面就长了 不知道这个显示出来效果怎么样 OK长了 全一样了 不折腾 不折腾 OK这上面要等宽了 等高等宽 回到这个section Bestseller section 还是一样可以选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选 可以删除掉 删除删除掉 删除掉 然后这个Women 这个Collection 就选择你对应 可以 比方说我们还是选当色 对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应的产品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会选择 一些按钮 功能是不是显示出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 还是加Legi Load OK就一样 它一样出来 出来以后呢 我们回到 Bestseller 这个没必要有 这个就是不同品牌 因为 没必要 一般来说是没必要 就是直接选择删掉 这个基本上 这个首页的效果 基本上出来了 今天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下一次呢 再讲第二部分 进一步的去完善这个网店 OK 我们下一次 简单 再继续 的 用 我